大家好,我是游戏解说,雨方 那么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咱们的UFC游戏的一场超级精彩的对决 那么这场比赛也是由我们的李小龙打响 我们的龙哥这边接受裁判的一个检查 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这个异常的状况啊 没有问题,才能上台进行一个比赛 我们看到上这个现场的观众非常的活跃啊 今天龙哥的人气也是和网上一样非常的爆棚啊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一个跨量级而且跨性别的一个对决 今天龙哥将要对战的是一个女拳手啊 来自韩国,Kreya 这个女拳手呢也是一个少妇啊 非常的厉害 27岁,5.2英时116棒啊 曾经有这个一晚KO掉几百壮汉的一个壮举啊 非常的厉害的一个选手 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双方的数据 差别并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 在臂展和权力方面还是有所差距的啊 不过听说对手这个速度也很快 那么这边龙哥这个速度我们也知道非常快的一个选手 那两个速度很快的选手碰上在一起会摩擦是怎样的火花 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啊 这场比赛已经非常的好看 这场比赛也是在拉斯维加斯打响的 我们的白牙主任也是说East Time 比赛时间到了 准备开始打今天的比赛 我们来在比赛开始之前看一下双方选手的数据啊 这位韩国的女拳手 来自韩国的首尔啊 5.2英尺 116磅 他这个装扮啊 也是非常的奇特 而这边则是我们的李小龙 布鲁斯利 华人之光 来自我们的中国香港啊 5.7英尺 145磅 双方的量级和身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但是这个女拳手非常强大啊 他打他已经打赢了很多这个男拳手了 所以说 在这个性别方面并不能成为一个障碍 这边龙哥也是非常有礼貌 深深的表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敬意啊 双方选手来到舞台的中央准备开打 好的 那么这边我们的裁判 讲解完规则之后 也是双方回到各自的位置 准备开始今天的比赛了 这边我们的李小龙 这个韩国的女拳手摆出了一个非常嘲讽的姿势啊 比赛正是开始 李小龙上了一个假动作 对手是一个后撤 一发冲拳接住 两人这边再接一拳 一发上钩拳 两发上钩拳打出来 一个直踢腿 吸点啊 对手抱住李小龙的左腿啊 李小龙进行了一个反制 对手没有成功的这个将李小龙扳倒 又一次抱住李小龙 一个回旋踢 把对手踢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拳手的这个进攻路线啊 是主攻下盘的 经常喜欢把敌人抱倒 然后进行一个攻击 但李小龙这一场防范的很好啊 应该也是提前有这个注意的 哎呦 这边对手直攻下盘 李小龙一个高踢 直接踢到对手的头上 双方拼腿 李小龙吸顶出手 应该叫出脚啊 双方再次出腿 一发冲拳打到李小龙脸上 然后这边一个横扫 横拳之后 来到了墙角 回旋踢 踢到李小龙 李小龙吸顶 对开对手 一个左边腿 打到对手的腹部 双方又进入了一个拉扯的状态 一发上钩拳 两发上钩拳 一个跳踢 哇 Oh my God 一个跳踢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啊 李小龙这一波打得非常的出其不易 凌空一遇 空中一脚 踢倒了对手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哇 对手 感觉这个脖子啊 得去预言看看了 非常精彩的一题 那么也是恭喜龙哥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收藏还有关注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53 seconds 的胜利